这张图片大家都见过吧 如何料理肉身 熔岩套 蜂蜜手雷 再加上一个向导无毒娃娃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萌新 我很怀疑这是真是假 那么这一期视频 咱们就去料理肉身 蜂蜜手雷有了 熔岩套咱们也有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豪华的装备 守护靴子 再生手环 还有刚打出来的蠕虫围巾 新鸣马掌 再加一个沙宝瓶 来吧小肉身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料理 不对啊 我好像没有黑药石皮肤药水呢 没有关系 找我们可爱的向导问一下 OK我记住了 不过你刚开始给我推荐变性药水 这个事情我是不会忘记的 还差几个火焰花 看来我需要下去一趟了 功夫不负有些人 最后我也是找到了火焰花 做了四瓶黑药石皮肤药水 这样要做的有点费干 不过没有关系 为了微博的点赞 我愿意全实实干 拿到了向导无毒娃娃 装备上去 就是你呀 给我推荐变性药水的司法 给我领和饭去吧 冷静冷静 我要冷静兄弟们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向导无毒娃娃 扔进眼睛里面 就可以召唤可恶的肉身 不管你们怕不怕 不管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反正我是搞错方向了 我在地图东边 肉身会从右边刷新 还好我是有理智的 把无毒娃娃扔进去 区区砖块也想换我好事 下去吧 这怎么没有反应 找了很多资料后发现 大死向导根本就不需要我来动手啊 这回你们相信我是萌新了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 直接把电脑电源拔掉 然后重新进入游戏 OK再来一次 我们又干了三瓶黑药水药水 其实那是游戏自动保存了 手雷准备就去 还有两把召化物弓箭 接下来把向导扔下去 唤醒正在做美梦的肉身 先用弓箭实战一下 肉身几斤几两 再用蜂蜜手雷疯狂轰炸 这样一到美食就完成了 我的手雷怎么全部掉下去了 看来平台是不可以的 我们接着往后退 拿出我们的高端风气弓 等肉身接近之后 直接丢蜜蜂手雷 注意一下 我这里是土克拉 所以可以撑得住蜜蜂手雷的爆炸 OK就是这个办法 料理肉身原来这么简单 大哥你卡住了胃 不过还是很好拉扯出来的 接下来只需要瞄准它的大眼珠子 就可以完成料理 OK成功料理 抵了一个召唤师会章 还有一把迅尖迅尖迅尖 八条式突击步枪 运气还算不错 熔岩套加上蜜蜂手雷 料理肉身游走就行 如果能获得一个点赞的话 那就更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